一处多年前就已经确定归属的房子 为何能够成为兄弟矛盾的爆发点 甚至还爆发了流血伤人事件 带着种种疑问 第三调解师特邀人民调解员 蒲苏安 郭露 心理专家毕金仪 以及律师陈旭 帮助这一家人化解纠纷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调解现场 现在在第一现场就座的是 我们的一方当事人 也是我们的主动方 就是您二位联系我们的 对吗 今天他来就已经很大的奇迹了 他就是现在已经是被别的 就是打算破银舟了 于此我们破了给他 就是同归于尽了打算 就这种打算的 我呢就是不想让他这么着 这么着一来一回就是几个家庭 所以说我又给你们打电话 这么着的 我听说了 因为之前在编导跟我联系的时候 提了一下 说您家都已经发生血案了 对对对 到这种程度 再往下发展 肯定就是家破人亡 再往下发展一步 就是再往后一步 就是家破人亡 你说不讲理 是不是 我问你是金钱重要 是你的爹娘重要 你爹娘生你 养你这么大 给你娶妻 为什么 就为了那里的钱 可以不要自己家庭 不要自己的命 你自己的命 你可以不要 你三个孩子 你三个孩子的 你怎么办 二儿媳 开场的一席话 让整个现场情绪 顿时紧张起来 极端的话语 极端的想法 这样的心理状态 让现场专家们 顿时感觉到 此次条件 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你家一块 你首先得有态度 对吧 你有态度 在这个阶段 你求得亮 你说不打电 你把人弄上 你不对啊 对对对 因为这块地 是最临接的 他们家有三块地 那两块 是给那俩人种 然后这块 是离他们家 那房子最近 无论如何 作为流血事件的 肇事者 至少应该表示出 应有的态度 然而通过 老二妻子的一席话 让我们感觉到 他有种 破罐子破摔的心态 主持人和现场嘉宾决定 首先调整 老二的心理状态 真的 我想问问这位先生 您姓阮是吧 对 那个您之前 爱人跟您说 来我们这条件 您可能 我在那之前 我听见爱人说的 他的原话 是已经打算 家破人亡了 已经想破釜沉舟了 他就是打算 破釜沉舟了 于此我们破采给他 就是同意一进了 打算就是我 因为我 就是他们那 你家里人做的那些事 我感觉就是说 调窃成的希望 不太小 那之前您想干嘛 您想怎么解决 他们就是一只锅不讲理 我之前想过讲理 讲理 以前就是说 发生这些事 有矛盾的时候 找过那个大队里 然后派出所 当地 真正府 我们的县公安局 都找过 也报过 警察10都去过 到现在为止 以前就是所有的问题 都没有一个人多解决 一直家里就是不讲理 就是耍武力 来武力解决 然后您想以报之报吗 对 我想找 想讲理 我说您家里有什么事 你有什么意见 你可以让法院起诉我 但大队调节不好是吧 你让法院起诉我都行 家里不那样 一直都过 我玩就是来武力解决的 就是好多次 第一次 就说我的麦子 弟 强锅收了 我也忍了 后来又 我弟弟回去回家 打我媳妇一顿 我也忍了 我打你媳妇 为什么打你媳妇 你媳妇讲理 骂老人 打老人是弟 多少次了 你自己说 他又强收 就强收我麦子 我都忍了 后来到我家里 把我门我摘走了 他摸镜摘了 你看看这二嫂长得漂亮吗 打老了骂老了 三个老人就打了完 现在爷爷不在了 这还有两个父母 打得偷过血了 问他打多少次了 您给我们能总结一下 您家具体是为了什么 好 我有一点就是 我们那个不是 农村有一个 我们那个急镇上吗 不是 急镇那个 有个急镇规划 不是盖 有那搞开发吗 开发就是占我那个房子 我听说这个房不在北京 在安会 不在我们老家 在农村 小急镇上就是一个 小急镇上 然后人家就找我谈这事 他们这事呢 就是我媳妇就回家了 回家就给人想 接触这事 刚到家没两天 我不知道我父亲怎么知道的 他就知道了 他知道了 然后就 他那时候 他也没在家 我在北京 他在杭州呢 他就从杭州给我打电话 他说那个房子 就说那个房 人家站的话 假如 那房不能我说了算 就是得他做主 我说为什么 这房子就是 我没结婚之前 我自己盖的房子 这个房子就是那个 农村那个没有房产 就是宅基镇那个 宅基地 水平镇 对对 那个名字是谁的 那是我的名字 是您的名字 原来房子 而且是我自己盖的 你2000年 你盖房子的时候 那时候奶奶爷爷都在 你许愿什么愿望 许是怎么说的 我说这没道理是不是 这肯定 他说就说 他签字 然后呢 就那房子 还得分给我哥 我弟 我说这没道理 我肯定不能同意 不如大爷 爷爷也有 你怎么许的 你说叫他老良嫂 我叫他饿不着 有地住 你盖上房子之后 你门一锁 你什么都不管了 就总之当时 父亲想借助进来 去做您家这个主 说这房子 他非要做主 非得让我逼着我同意 我说我不能同意 他就说是遇什么 就说你是爹 我是爹 我说我肯定不同意 他说了算 我也不能同意这个 是原则性问题 是吧 那他当时那个处理方案 有没有估计您家呢 就他那个方案 给您家什么呢 他就说意思就是说 然后就说我拿 假如分三份的话 我自己分三份的话 就是我落大半 我弟 我哥他们俩 一人一小份 对他们俩一人一小份 我说这肯定 这跟他俩跟你又没关系 这我结婚之前的事 跟他俩一点关系 都没有的事 我肯定不能同意 他就说你同意也同意 不同意也同意 结果他说你不同意 我就回家 他又隔两天就回家了 回了家了 回了家了就去我 去我帐上去 他们中间呢 去呢 可能发生中间 可能和话不投机 发生冲突了 发生冲突 他说给我哥 给我弟打电话 说什么 看看孙子 然后呢 我这儿呢 就是说抓着他就打 虽然老二有自己的委屈 但是对于伤人一事 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事件现场的状况 到底是怎样的呢 他就跟那儿地 跟我卖地那块 就跟那儿看着 就是说谁都不让去 我正好就跟那儿看了 好多 我听说好几天了 我听别人说 正好到家呢 到家第二天 我去生卖地 我就是那个 因为那个地头上 好多收割器割不住 先拿个镰刀去 手中间割一下 他们就拦着不让我受 他不是拿一个镰拔吗 他上去 他回头一看是不是 上去 知道那个镰拔 写着我这个肚子 是不是 打着我这个肚子 这个中间 我手里拿着镰刀呢 这个当时可能是 没控制住自己 有点冲动 当时说实话 心里本来也就是 我忍了这么长时间的 他加上这么多人 你可以明强 我说句不好 现在的话 会明强没区别 因为我的地 中十多年了 你还追到 我的地里打我 还不让我胸败 他还打我 三个亲密无间的亲兄弟 居然要闹到 五刀弄枪的地步 他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三条解释 正在继续 一开始说要两套房子 两套房子 人家有一部分不长 父亲其实想要四套房子 对 然后多出两套来 给那两个 哥哥和弟弟一员一套 其实您家还是两套 他的想法挺好 四套根本就不现实 你站着我爷爷 我爷爷说了 就是两套 人家就说 还有点可能 四套根本就没可能 那到后来 开发商给出 咱们家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一个什么判断 三个平均费 你相对你多拿一部分 相对你多拿一部分 他这一分都不多拿 别的我们都平均出 平均出 但是我爷爷 我也是让他 开这房子的时候 你就就问他要 您得养他 老人八十多岁了 人家感觉就是说 您家里弄矛盾了 然后已经闹到 那种程度 人家假如说 工作谈成的话 到时候人家施工的时候 肯定家里人会阻拦 你会受到阻拦 可能也不顺利是吧 后来人家就改变规划了 人家就没用过来 这事就不了了之后 就没拆 不了了之后就没拆 人家就改变计划了 现在已经就是 彻底的不用了 已经进行了 都已经定型了 对对 人家已经彻底不用了 那是您家一个 很大的损失 我觉得不光是您家 对我来说是个损失 没有 他没有这回事 没有关他当成 我们的意思是 你换两道行 人家开发商 应该说你补上 有个金钱的补上 但是补上多少 我们不知道 那父亲什么态度这个事 他会怪您还是怪谁呢 他不是说怪我的事 他一直就是 比我同意 我不同意 他就回家了 回家就是去 我们家孩子 因为在他姥姥家 他就去 去发生冲突了以后 然后就给我哥 给我带来 那我想问一下您 这个事情您认为 就是导致这么好一个事情 后来没落着 原因在哪呢 是因为父亲 这种不讲理 是父亲吗 对 父亲在阻拦您 您认为 对 因为我乍一听 父亲可能 比如说老年人 他这个计算的 不是很精确 他认为 也许可以要着呢 或者有些 有些异想天开呢 但我觉得总的来讲 还是想为这个大家庭 失去多点点东西 对 这个我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是吧 可能做法 你觉得不切实际 但我就可以去沟通 因为这个我们听起来 不是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矛盾点 问题是 是这些那个时候 矛盾不是很大 他问题是 就是让我同意 我没同意 我不同意 我的意思 你把你再补上这房子 你换哪套房子 你可以用 你把这个经纪 你问我爷爷 我那你没养 做个老人 你没养 这情况下 我们都是平均养 你把你再补上这 拿出私当一部分 我意思就是白纸画 还画一道 有这个意思 那时候我们三个 关系特好 你画一道 你把这个话说出来 是吧 都没这样 他不给反应非常激烈 你长出一下呢 您当时有没有想过 他比如说四套呢 我留了两套 然后给我搁一套 给我第一套 我说这么着 我只留了两套 然后剩下的 你们要假如能坛成的话 我可以不要 对啊 我觉得这个 你没有太多损失 你还是两套 对我同意了 后来还是没要着 我同意 他有一个什么条件 意思就是说 必须得他签字 那个拆迁协议 人家不给字的话 就是绝对不能同意 他签这个字 最后给人谈成的话 他签字 人家不给字的话 就是不能同意 我说这不行 这个能谈 能尽量谈 是吧 谈不成的话 我明白了 这当时其实 您是想 不论怎么样 那是你们的事 对 能给我两套 这个两套 我一定得先要着 你不能说因为 你们不开心了 没要着 这导致我也没有了 对对 他一直就不给字 事实就是这样 对 这是您担心的 我明白了 其实是他们把您家 当作一个筹码 去跟开发商去谈判 然后最后谈失败了 您成一个失败者 他们可能只是 就是一来一往 打平了 也没坏也没赚 我不同意 由于老二家的房子临接 有一个项目的开发商 想要征用老二家的 宅基地修路 第一次提出的条件 就比较优厚 他一说 一说换房子 卖房子 一说卖这个地 我不是打房子 回江西 再这样回去了吗 特意回来的 特意回来的 阮家老父亲 参与到了 与开发商的谈判 其他两个兄弟认为 老二占了爷爷的 宅基地盖房子 却没有尽到 赡养爷爷的义务 所以房子 应该拿出来作为筹码 用来争取更多的利益 然后大家评分 卖这房子嘛 卖这地嘛 有老头活着呢 是爷爷的 他的房子 他的地 他活着应该 又他说一句 他就没有发言的权利 他一说 那就又骂 又打 你说你这一事 我说都是父母生 父母养的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 我怎么 我也没办法说了 再说狠了 说真的 是自己亲哥亲嫂子 我也没办法说了 你想 是不是这事 正好没多长时间赶上 能不能那么收麦子 我那地呢 就是收麦子 我其实一收 那不让收 然后他就强收走了 收走了 我其实就问一下 他们就是说 一开始还不承认 后来承认了 说就是收了 你不同意 这麦子就不给你 那块地是谁的呀 他说地我种十多年了 奔家 我奔家的时候 就是奔给我的是 那是02年 麦子那时候 是我爷爷在的时候 老头活着 老头按30年不动 那是老头 地母差是老头了 去年老头活着 老头 我就是收 就是您来北京 打工之前 是在老家自己 那块地 是您家种着的 我没结婚之前 就在北京打工 那时候农村 结完婚以后 农村分足 结完婚以后 就是分开家嘛 就是单过了 就是给你 我不太了解 这个农村 这个耕地这一块 就是它有没有什么 手续啊 或者是证明 农村就是假如父母 就是孩子 就是原来就是农村 就是有一口人 就给你一个人的 一个土地 然后你结完婚以后呢 可能父母就感觉 哪块方面呢 就顺便给你 哪块这块你种了 就归你了 就这个意思 就是单立户了 就是说你现在 你不养活老头了 老头说 我去收我粮食 收我的地 收我地 自己地里卖的都犯法 那块地离您家也很近 对 就因为我住的方便 离我住的地方非常近 包括以前十来年 一直是您在使用 对 从02年一直是十多年 种十多年了 那这块地 有没有一个什么户主啊 或者是什么租赁 那户主是我爷爷的名字 是爷爷的名字 对 因为我爷爷没有劳动能力了 那块地呢 就是给我父母了 然后我分家的时候 就给我了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刚刚提了 因为这个后来收成的时候 被母亲呢 还是父亲 等于是他们俩 直接给弄走了 弄走了 都有了 就是常是受阻 常受阻了 追着后边骂着老头说 老古男的 就这个 这样子啊 戴着墨镜头 因为我爷爷的老古男的 老古男的 这样您心里很不舒服 说得我不舒服 但是我也没说什么 我媳妇就是问了一下 问了 追着街上 他爷俩这么说 追着我们一个 一个 先靠 三个地铁和哥哥这 收那边的 他骂到这 收那边他骂到那 跟着他前面走 他后边骂 这是一个 结果中间就是 肯定闹得有点不太 有点冲突 但冲突还不大 冲突也不大 当时您的公公婆婆 把这个麦子收走了之后 您回家跟他们去 不是也当面去聊过这个事吗 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对 他就是说那个嘛 就是说麦子 刚开始是在说 是我收的 是我收的 但是就是说 我们家要是不同意 把这个房子 那个 不同意拿签字 不同意 非你他们一部分 那就是麦子不给我了 就是这两个事情 就拿点来要挟 对对对 好 我那个打断一下 这两个事情 其实是同时进行的 对对对 麦子的事情和这个开发商拆迁这个事情 对 那边是同时的 对对对 同时进行的 因此他拿这个事来跟人家继续谈判 就是说麦子要不不给你了 或者以后都不给你收 对对 就拿点来要挟 不同意这个房子都让出去 就是这个麦子 麦子不给的 就是不让你收 对 你要是同意让出去 那麦子还给你 就这么招的 对就这么招的 麦子假如说你同意这房子 分 那个叫麦子 还是你的 就这么招 就这样说的 这种情况就是 因为刚才你看 我看这个阳先生 给我打了好多预防针 说这个还不是最大冲突的时候 这个还没有怎么样的冲突 那您告诉我 对呀 这送完麦子出 我不想这么做 但是他一直是让我没法过了 已经是 最夸张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这两个事情后来还有事情吗 矛盾 我还认不住 就是我不想矛盾生机 但是一直是都逼着我生机的 然后就是后来呢 然后这麦子的事过去了 后来 后来就是 我媳妇呢 可能就是中间那个 有中间说 我说那个可能有点 别人的事可能就是没什么证据 就是可能别人有点挑事 这种有闲人那种 但是呢 我是不是心里不舒服呢 可能就是 我去这么知道 他呢 就收我麦子 我就回家问他要 是不是 我不是结婚的时候 我们安徽就是说 三十年不动力 是不是 我结婚的时候 就是我的土地 在我们娘家呢 在我娘家呢 我往我家家嫁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 不可能有带着地来 是吧 不可能带着土地来 就是我去问他要麦子 我说你收我 我家麦子 我公公就说你的 就你的在 就是说我的在我娘家呢 叫我去问我 我娘家爸要 就叫着我娘家爸的小名 就说你去问谁 是谁 你要去 就说你的 你的麦子在你娘家 的你的地 就这么着 就叫我父亲的小名 知道吧 那后来就 就发生 就骂了 就他老是叫着 我父亲的小名骂 后来就 就开始就骂 就一声 就一声 问他要麦子 他就叫我父亲的小名 你知道吧 他就就骂 后来因为我哥 我哥都在北京的 你们哥他都在北京的 都在北京的 后来家里这事 说骂起来了 后来就是我们 跟他跟这也碰见了 就说这事 说这事 我哥我弟的意思就是说 说我们也不想要这房子 知道当初答应给你了 是吧 他们也都承认是给我了 说我们也不想 我哥倒是没说什么别的 我弟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他也没说别的 就是说我媳妇 就是说骂我父母了 我说他骂父母 是骂父母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是 但是 首先是我 我父母 不是说我父母先去 他们 他娘家 就是 先去他那是先骂的 但我爸给他还了 总之 这个您爱人 现在在学校门口 找我爸来事 总之 这个您爱人 那个时候 因为种种事情 跟您的父母 肯定是会有一些矛盾和重复的 但是没到多少多大程度 后来您跟您 这哥仨一块商量完以后 商量完以后 以后呢 我哥倒是没说什么 我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说 他倒是对我这个房子呢 他也承认是我的 当时都承认 就是说 他就是一个什么错吧 就是说 我媳妇说骂我父母了 意思是问我管不管 谁说的这是 这是我弟弟的 你弟弟 我管不管 意思是说 你媳妇你管不管 我说我管 我肯定管 但是来说 这我认为 他是骂不对 但是不是他主动找的事 不是他这个矛盾 不是他挑起来的 他就说什么 你不管我给你管 他就回家了 我弟弟就回家了 回家就打了问题 打着我是平白无故 我打你吗 你怎么骂人呢 你说你说 你家里说吗 陪人给刮了 都给摔了之后 说吗 你还回去盯着 盯着骂了几天 我回家 回家你怎么改呢 那个时候 您爱人在老家 您在北京 对我在北京 我没回去 然后他就 对他就回家 就打了我 你打了过我父母呢 你是打了气几回了 问你 他说我 我替你管了 你是打一会 你那会没结婚之前 你怎么许一样程度 后来我又回家 后来人家就是 我们家里那大队的什么 就中间有人 这个协调这事 我跟我哥也都回家了 回家就是商量这事 到我哥那儿商量这事 晚上 老大那会 那大嫂给父母抬杠的时候 你说 那会我那都没结婚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 你说 我这事我处理 我这事我处理 你最后你怎么过 许的承诺那会 没结婚之前 怎么许的承诺 这会打父母 爹妈叫你打过来 爷三个老子 都让你媳妇给打过来完 你还说你 我给你管 是我要给你管 是他嫌骂人的 自从矛盾爆发开始 双方见面非打即骂 视同水火 昔日的手足亲情 荡然无存 因为我这个老二的息 我打我老娘了 去年打了好几次 打了好 去年打了好几次 还有我老姐这 头脑都流血了 一个多月 我那所有的房子 没有没 所有的门 全部我拆走了 你说你真一拿不来 你不养活也行 你别骂 别打 这现在打得闹 他占了赌 你拉给不了 咱没占了 从将来到县城 要是几十例 你说没有找不着的 是弄的 小矛盾可以引发大冲突 日积月累 矛盾会逐步升级 阮家兄弟 并没有妥善 处理好眼前的问题 这就为随后的矛盾冲突 埋下了伏笔 弟弟 家里老三是吧 对 回到家以后 跟您怎么起冲突了 他就找我事呗 你说 就说我 怎么怎么着了 就拦着我打我呗 就拦着我打我呗 就直接冲你就来了 对 他又是在那等着呢 就回家又是打我的 知道吧 看见我了 就说过来过来 说什么怎么着 那天在路上 正好在他们家门口那 我从那过 就直接给招呼过来 说什么了 一顿说 对 我回家要麦子 我回家问我婆婆要麦子 是不是 他习初就说 他家盆烂了 什么什么的了 就在那里骂 骂我 意思就是我摔他家盆了 我摔他家盆了 我说你家盆烂没烂 我不可能招你家盆 是不是 就在那里骂 故意骂我吗 故意骂我 我也骂 我说你骂谁 我也帮你骂 谁摔你那盆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也帮你骂谁摔你那盆了 他就是找他 回遇的都说了 说你不管 我回遇给你管 对 你媳妇你不管 我会对 放话在先了 对 他没回家吃钱 就化你了出来了 我正好从哪里 他就叫我过来 他就 他媳妇就开始说 骂他 摔他家盆了 怎么 他不是给我朋友 住一块吗 就开始骂 骂我呢 我就说 我没有摔 是不是 咱做人评良心 是不是 我没有摔你家盆 好 回了 后来 他就在那里骂 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听说您跟您 哥哥也都回老家了 都回老家了 因为这个事已经 不是这么点事了 对 也动手了什么的 您回去以后 是怎么化解的呀 我回去以后 就是还是谈这事吧 谈这事 就是我们哥仨谈这事 那天就是 我们哥仨 然后有我 我弟我嫂子 我父母都在 就我媳妇没在 我就我自己 我去在我哥那 在我哥那之后 还是这么着要求 就是这个房子 还必须得让我 我说我答应不了 得要四套房 才能必须签这 对 我说这个 我答应不了 我肯定不能同意 那次是不欢而散吗 那次协商 那次不欢而散 我不同意 后来我弟 我弟媳妇就堵着门 就说我不同意 我不能走 他就骂我 就是骂我们家孩子 我们家孩子不是女孩吗 我就骂孩子 我说你敢张嘴骂 你除非让我打倒就躺下 你在哪住啊 二嫂呢 你在哪住啊 你为什么 他在家里骂盆 骂摔锅 摔锅呢 你在哪住啊 你在街上住 我在家里住 你为什么 你去 别人没事搭枪 你为什么骂 你说骂谁 骂谁 他说骂谁 骂害他了 你没摔牌 没摔锅 我得家里住 你得骑上住 咱俩相隔一站地 他我媳妇骂 他都跟着骂 他不揍你揍谁啊 那谁讲话 人家说嘛 他我得家里住 你得骑上住 他跟我没口骂 你说你上个没口去 坚强 你骂他不是 揍你 揍你 你是不是找茬了 那谁讲话 但我没口骂 摔我锅 你上个没口去坚强 你跟他骂 他不打你 那时候没起大冲突 到后来呢 就到农村 那个后来秋季的收秋的时候 就这个事其实已经 关于拆迁的事已经过去了 是吗 对对对 那时候就没 虽然不划是散吧 但是也 也没怎么着 没起冲突 没起大的冲突就是 但是后来没参成了 后来我也就回来了 回北京来了 回北京到收秋的时候 到没收秋的时候 他就抢 把我们家弟 我们家卖的不是收完了吗 对一个一个说 我媳妇知道在家 不是带孩子上学吗 不是 他 我弟媳妇 有我嫂子 还有我父母 有我母亲 好像我的父亲没在家 那时候 还那时候和我爷爷还在 带着我爷爷 到我 到我那房子的地方 把我那所有的门 十好几扇门 全给我摘走了 那意思就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把你轰出去 他不是泄了 老头 老头也激了 那去年时候 我俩没在家 他在窗户门 是 泄了 他叫老头的被子 床给扔出来了 老头激了 老头发的多了 老头过着 那个产的霸 这都搬不了 这有母亲 有我媳妇 有我大嫂 老头撬下来之后 父母 搬的 这俩媳妇拉的 拉回家了 给拉了 他还报警 他说他家里丢多少钱 我不同意把所有的门 我那十好几扇门 全给我摘走了 摘走了 我媳妇在家带着孩子 没摘到没啥住了 孩子又小 而且我屋里还当时准备 孩子有点 有一个孩子 体中有点病 准备给孩子看病的 钱也丢了 因为没没有了 他没办法 就去他娘家住了 这这点对我出动非常大 后来我 因为当天下午摘的 我不知道 他我其实没给我打电话 这几天早上才给我打电话 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就说说那时候 说心里相当冲动 那时候 但是我再给电子没办法 当时我又回我哥打电话 我跟我哥打电话 我哥就知道了 他已经知道这事了 打我 我打电话 我说这个家里这么多事 摘我这门 你感觉过分吗 他说那过分怎么办 已经摘了怎么办 我说你说怎么办呢 我就说了这句 他说那已经摘了就摘了呗 他觉得你摘了就好像挺应该是 我跟我兄弟打电话 我说你报警 当时是谁摘的 您当然知道吗 父母 知道 他在 而且追到屋里 还打他一段 还打了 是谁摘的 我嫂子 弟媳妇 我婆婆 当时还拉着我爷爷也去了 知道吧 他们都把这些事都提到我爷爷 想说我爷爷弄的 我爷爷都把你弄的 那年已经摘没那年已经88岁了 他比如说那所有十号几扇 就一扇没他也抱不动 他都是贬想了 班上老人家出来了 等于是有一个 就出来了 班上说我爷爷摘的 那后来这个事情 已经惹动您了 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今年 但是那我也没回家 说实话 我当时你冲动想回家 频繁的冲突终于积累到了临界点 老二在年初收麦子的过程中 一时冲动 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 我想问一下 最后这次最大的一个冲突 是怎么演变起来的 最大的就是今年收麦子的时候 我回家收麦子 等于一次 我回家收麦子 对 还阻拦我不让我收 我父母来阻拦我不让我收 我说我肯定得收 我必须得收 今年这个收麦子的事情 收麦的时候我就回家收麦子 我父母又阻拦 依然不让 对 依然不让 今年这个时候 这个房子的事已经定下来了 已经没有 已经是定下来 房子现在彻底不要 就肯定彻底不要 对 还拦我收麦子 然后还拦着你收麦子 对 然后这一次 我去收麦子 然后拦着我 拦着我中间呢 就是发生了小冲突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父亲 是不知道怎么通知他们的 我弟媳妇 我嫂子就都去了 都去了 一开始就我父母 对 都去了 围着我追 跟那麦弟弟追着我 跟麦弟弟追我 追我 我当时因为去收 那个农村的收割机 有时候地头收不着 那个收割机割不住 大机子你知道吧 就我拿着镰刀子 你们去割那个 是我去割不到的地方 先割一下 我拿着镰子 拿着镰刀 因为那好几个人 就围着我打 后来一击 就来那砍了 砍到谁身上的 砍到我弟媳妇身上的 就是您弟媳身上的 一圈围着他打 因为我本身这事 跟你就没关系 您当时是属于 怎么说呢 他们好几个人 围着 跟弟弟追我 跟弟弟追我 围我 但是这个事情依然 怎么说呢 太冲动了 我觉得您办 说冲动 当时确实是冲动了 我相信 你们彼此行李 还有气那个时候 虽然因为这个房子 纠结了这么长时间 反反复复的 对 一年多了 我也报警了 而且都不解决不了 按理说都已经过去了 对 可能有损失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都已经没办法了 对吧 肯定已经走了 其实我同意 我这种肯定不能同意 在这个事情 已经将近化解完的时候 您却动手伤人了 你看这二哥吗 打人的还理直气壮 我不后悔 我没犯法 我打人打着轻伤了 也不犯法弟妹 看着母亲那剁的 那不知道那片子那摇 还不犯法 我没从来都不犯法 我从来就没错 他那意思是 打的哪有错 我该打的 你看不 这二哥这意思是吗 他没化解 依然没化解 开发商不是已经走了吗 这房子已经动不了了 人家不要 但是还是不让我收 他也没同意说不要 现在有点 他还没同意说 虽然说这人开发商 也没站 我跟他住着呢 这爸爸没给我摘走了 依然没有任何 麦子 之前的麦子给我收走了 到底一直没解决 任何问题都没解决 等于是 还拦着我收麦子 我跟他住 爸没给我摘走了 后来这次伤人 有多严重您知道吗 我知道 到什么程度了 坚定的是轻伤 还坚定去了 是轻伤 对 看来 就只伤了一个人 神经弟妹 对 我母亲也有点伤 就是轻微伤 算是轻微伤吗 我不知道 这母亲六十多岁的 让你打的脚踹着骨折 这身上 你还记不记得了 刚刚你说不是打伤了 这个三弟妹 是吧 对 打伤了之后 这个后果是怎么处理的呀 后果就是 我被拘了15天 然后就是派出所 让你们调节 找中间一直调节 然后就是这个伤害的后果 你有没有做出一些补偿啊 还没有吗 没有 还没有吗 就是说 我就是说调节 就是我刚开始 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三弟三弟妹对这个受伤的这个事情 也没有再要求你们做出补偿 要求我 要求 是什么要求啊 找过人家这个那什么 人家都不敢跟我说 人家说 根本就不可能 不现实 人家都 对你提出什么要求了 什么 我听别人传了 当然没亲耳跟我说 什么要100万之类的 我说把我卖了 我也不值100万 行 好了 行 那我们听听 就是您家其他的一些成员的 一些说法 包括您自己 有些问题 我也不 我就是想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没问题 为了追求事情的真相 我们请上了阮家老大 以及老三夫妇进入第一现场 其中老三的妻子 正是流血事件中被砍伤的受害者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调解现场 现在在第一现场就坐的是 矛盾的另外一方 但家里的老大 老三和老三的媳妇 那在您二位一直对这个房子的 这个你们家这个最核心的 这个矛盾由来吧 我觉得应该是情感的节点 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一开始你 我这个鸡宅嘛 不是我们两个在村里 一开始你家老二的房子 你盖在村里盖着 就是因为呢 鸡上这镇上这一块地儿 我爷爷给我奶奶住着 意思就是谁要住这个 镇上这块地儿你 就是谁赡养我这个爷爷 给奶奶 赡养一个就是你 我们三个可以平平平出钱 但是谁住这个镇上 谁多拿一部分钱出来 就是多出的 这边我不能靠这边 这边我从来没通过一步 这是去年的时候 我刚才跟我说的 说我父亲给他说的 说我爷爷 我说那地方说我在养我爷爷 那您说这段是什么 有什么典故吗 到后来有什么变化 对就是因为这个 您就是说 这个老二你没多拿这个钱 老二没有多拿出钱来赡养爷爷奶奶 对是我们三个平均分的 平均分的 对 那当时这个事情 爷爷奶奶现在还在吗 我爷爷去年 九月一号死 都已经去去了 当时这个事情 为什么没有什么争议呢 有吗 在以前 对于这个钱 在以前 这个话你说来话长 因为我们家庭的原因 我曾经说过 因为我们家庭 以前 我父亲 给我爷爷有点矛盾 我就说 咱们兄弟三个 我们就兄弟三个 我说咱们兄弟三个吧 不管怎么说 这边家庭 一定要团结好 和好 别闹矛盾 我说过好多次了 就是因为这我们三个 以前你这彼此 在经济上彼此都不分 没分这个 就是因为 为什么最后 闹出这矛盾来吧 就是因为这个 他赡养 应该对我爷爷 多拿这个问题 没有呢 我们三个平均分 他找过我 他找他在六里 他住的时候找过我 我去过 我们说过这个事 我说过 我说我可以不多拿 是吧 这老二他媳妇就说 你看你这老大 你应当带头 是吧 我带头我可以 我说 这个爷爷这个 这就是谁住 谁多拿钱 这是以前都说过 在你们定亲之前 都说过 那我既然两位 都在这 我问一下 这个事 那个老三您知道吗 这个事情 这个事我知道 这个事呢 就是说这个房子 那时候他上了学呢 我还上了学呢 我总结一下 对于大哥刚才说 这个房子谁住 谁的名字 那么对于爷爷奶奶 的赡养 要多出分力 这个事您知道吗 多出分力 那会儿 我一定亲之前 这个事呢 有我那时候上学呢 这老大呢 那时候成家了 他还没成家呢 出来打工 你就告诉我 知道吗 这个事情 这个事我知道 他跟我说了 说的好听 老大起到我作用吗 好多问题 我都能证实 证得 之前没这事 之前我从来都不得 从去年了 才跟我说 之前了 现在开始出幼儿子了 说爷爷 全都让我管 那我想问问大哥 您说这个事情的 这个缘由 是不是想告诉我们 因为这个事情 会让你们兄弟 仨之间 有一些心理不适 还有 那倒无数 谁出现 我说过 我说既然让你说 你住这个 镇上这个 这里让你出现 我当时 那兄弟三个 关系好了 我来经济条件好了 我也许不让你 多拿来 也许我还多拿来 是不是 我经济条件好了 我给你经济条件 是不是 我还能多拿来 那您告诉我 这个事情是 原因就是因为我爷爷 最后我们兄弟 都不在家 我爷爷在家 家的就是要吃的 他老人八十多岁了 他喝完整药 他没有这个 经济来源的能力 就是他这个 给他这个一块地 我家分给他 这是二亩八分地 是哪块地 是那个 就在这个 镇镇镇镇上 利堂门这个家 也就是三百米一元 因为我发现 您这个聊的方向不太对 因为您也没有告诉我 您说这个事情 跟您家这个房子的争议 有什么关系 我想问 我就直接问问题 这个房子 您认为现在是谁的 我是这样说过了 我说这块房子 你就是给你老二的 你就给你老二的 就是老二的 对对 因为我都说过 现在我这样说 以前是话不这么说 以前就说你 你都是这块地 我爷爷 这个赛养 你多拿一步 行 那您包括这个老三 您对于这块地 这个房子的权益 应该属于谁 您怎么认为 这个权益呢 这个最早的盖房子呢 咱不说以前了 以前就从现在 现在就是说 我说你要住着呢 这咱不争奖 你现在拿出来卖了 因为这爷爷的队 爷爷现在生活费呢 还靠咱三个队 爷爷在 你说我就说了 你要是卖这个队来好 换也好 用不用给爷爷商量 父母商量一下 我直接拿来就能换 现在我们都是父母生 父母养的 这爷爷这生活费 还对着呢 现在有爷爷在 这原来是爷爷东西 这个有爷爷 爷爷那时候也说过 我不知道说 就说让他盖房子了 说他说他善也好 他不是善也好 矛盾的关键 就是因为老二家袭露 但是我们那家 这顺利说的 打过我爷爷 我爷爷去找他要东西 把这个 他盖这个 我回盖房子之前 就是这个 鎮上这个 就盖好 有我爷爷 一间房子住 是吧 他管着我爷爷吃 但是他没管 连我爷爷住也不给住 我爷爷把他 床给被子拉到 他那去镇上房子里边 他这老二媳妇 给掀出去 掀在大街上 老大和老三表示 房子的争夺 完全是因为老二 对于爷爷的不赡养 所引起的 因此房子和耕地的归属权 应该是父母做主 给老二 老三还小 没经老三 老三没出口 老三没送那个嘴 我父亲就说 把这个地方 给老二离子 老二 我爷爷以后 岁所大有生命 养老 老二多出这钱 我哥我弟那房子 是他盖的 对 这是可能 这下一步 可能要说到这个房子的事 因为我那房子 不是在那个镇上吗 在镇上呢 相对来说 就是说地的位置 比那个 我哥我弟那房子 在这个村里边 那个 在镇上那个位置 相对着地的位置 是不是好点吗 是吧 您二位一来 就提了很多 以前的一些历史原因 那个时候分家有什么说法吗 您给我简单的说一下 行 分家是这么意思 我说过 这个机家上是归塔拉 是吧 我有登记 就是说我们这家 这个耕地者 这就是什么耕地上的原因 耕地上的原因 说 他你 老二的媳妇你 给我老娘说 那镇上的 那块地儿 耕地吗 不是离他们家近吗 所谈过来 让他们种 一二三三个儿子 对 怎么分的 您拿什么了 他拿什么了 然后他拿什么 就告诉我怎么分的就行 就是啥都没有 就是分了耕地 就分耕地啊 对 别的 我们家以前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可分 没有东西可分 就是最早的时候 对 就是几块地儿 父母也没什么 就是房子啊 什么地儿 我们没有家产 当时分完了地 跟现状是一样的吗 当时是这么说的 跟现状一样吗 当时分完 给现在啊 给现在是一样 一样的是不是 对 当时分的时候 大家有意见吗 当时是没有分 不是叫分 是暂时先种着 你们各有各的地 老二就是用了银 老二你是他个人的地 他媳妇和他这儿 老三媳妇都没有地 他们的地都在他娘家那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是 我结婚的时候 正好是赶上土改 三十年土地不动嘛 现在又增加二十年 五十年土地 生死不动 你有你名下的地 我有我 我给我媳妇 有我 老三也有名下的地 对 我那个给父母 连老二都给父母 都在一块呢 然后那个爷爷的地 是单例户 给了老二 对对 给了老二用 宅地地呢 宅地地分了吗 宅地地是 就是镇上那一块地 说是给他了 宅地地分了吗 有登记吗 当时宅地地说 已经分完了是不是 对对对 有没有证啊 农历都没有证 得出来 我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您现在要跟我说的是 你们家无论是地 还是房子 就是一锅粥 是这意思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现在就是一锅粥 分开都十多年 他都分开二十年了 还是一锅粥 我的就是工的 我的就是官 就是一锅粥 我在粥里边 他们都在国外 就这意思 我的虽然成一碗 是成一碗 他们的都是自己的 谁都不知道 自己家的房在哪 那房有多大 那地有多大 谁都不知道 是这意思吗 房是这样 是不是这个意思 也知道 但是谁的地 谁的地 谁的这一地 谁是知道 就是因为 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别人都不知道 归根原因 还是还是就是因为 给从这赡养老人 这个起的结果 我刚才 我刚才都没提赡养的事 我只是问了 在你们家现在 现实发生的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不知道 谁住哪 他的地有多大 房子有多大 这个知道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问题 这知道 这都知道 都知道 所以并不是他一个人知道 是吧 所以他不是一锅粥的 对吧 也不算是一锅粥 这会说不算一锅粥了 不算一锅粥 为啥我的房子卖了 有你的税 我的地也有你的税 我真是纳了闷了 我真是 咱不说以前的那些事情了 因为我听起来 你们家这个 虽然你们俩一代的强调 你们的矛盾 由来已久 要从爷爷那开始算起 但是我听到你们家 来听我问 这个拆迁这个问题 是让你们家 开始乱的开始 对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点 虽然到最后 什么都没落着 但是你对这个事 你怎么可能告诉我 关于这个拆迁 咱们只说拆迁这个事情 对 我一说一下行吗 这是去年的事 这去年老二习惯 还从我那走 我送他上了火车站 或者我这么问 老二刚才有一个说法 他自己一个想法 他想要两套房 他们因为那个 理由是因为那房子是我的 我的拆机器使用权 拆的是我的房子 是吧 我要两套房 对 然后要四套房 他认为不可能 四套房不可能 然后父亲刚才说了 他有一个说法 他想要三套房 因为后面会空地 或者要点钱 然后给您二位 把那个多来的利益给您二位 这两套说法 您认为哪个是您想要的说法 或者是都不是 您告诉我 这两个说法 实际上当时都没想要 跟您的想法 是都不一样的 是吧 那我问老三 他现在就是说 老三就是 他就是 拆夺 现在目的 就是 大致的原因就是 他拆夺我的父母 来给我闹 要东西 要了给他 知道吧 又又又 呼唤我大嫂 这那房子 他写的都给他 这谁同意的 都给你 到最后问安哥 安哥佛的 不知道 问他 他不知道 您当时是更认可 哪套说法 还是也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想法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 要么跟二哥一样的想法 要么跟父亲一样的想法 要么您自己有第三套想法 告诉我 是哪一个选择 这个 给父亲的想法差不多 是一样 好 那个大哥您呢 也是跟父亲想法一样吗 不是 不一样 那您告诉我 您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我可以说过 我说不 你拆迁 就是因为 还是因为这善良老人 我这点心里不满 你没说啥 你能想把这个房子 对对对 该怎么拆 该谁分配多少 谁拿东西 开发商给你谈 签上这后边这块房地是吧 我说我开发商给你谈成 这是说四道房 是没有的事 说三道房 这别人 这村里管钱是在这 这么说的 您认为的一个合理的方案 应该是怎么样 我认为合理的方案 我说不管你给开发商 开发商给他两道房 你补上这个钱 我说你把这个钱 拿出来一部分 打个比方说 开发商给你两道房 补上你六万 你拿出来 这签他们三个 还请你分 这是您的想法 对 全给他们都有通计 还说三个 我说两个人 说这么料 要求这么分的根据是什么 我要跟你这话 一说又长 你不用说长 不是 因为这里边 如果说是你们兄弟 都有份 有权利 你当然可以要求这么分 但如果说 这个房子 人拆的是你弟弟的房子 又是在你弟弟名下 宅基地的房子 你说你要求把现金部分 要三一三十一 所以我在问你 根据是什么 是赡养老人的英语 其实我的没有尽到 来 请我问 我的理解是什么 是因为老二欠他们家的 去年都已经说了 我们两个不要了 你自己开发商 赌你多少钱 拆多少房子 都是你们 来 大哥 我知道拆迁的这个事情 是抽不冷的 就你们大家都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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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话 我知道这个事情 就纯粹是出乎人意料的 就要从天上 巴拉巴拉的 就往下掉馅饼 然后呢 我觉得你们家人呢 有点受惊了 然后这个脑子 就没有办法 从这件事挪开了 但是现在这事没了 所以不要再提拆迁的事情了 这是黄了 谁是今年黄了 黄了吗 这件事现在 是黄了 你们你们能听得见自己说 这件事黄了 听得见吧 这件事 听得见 听得见 然后你告诉我 这个把你们家闹的天翻地覆的事情都已经黄了 你们家现在为什么还不消停啊 对 那回来这个 对 谢谢专家真是 回来这个 你觉得这是怎么办呢 都想从我们手里 碗里加点肉呗 不平衡 我这房子不升值了吗 还有耕地啊 牵扯到耕地 那原来为什么不说呢 原来你家没地 为什么从十多年了 没拆迁之前的女婿 原来说了 咱刚才没谈耕地的事 就说这个耕地给这摘基地 大哥您需要告诉我 看完这一块了 房子是黄了 落不了 掉不了县病了 砸不着他们了 这县病了 又开始转移到地上去了 调解嘉宾们一致认为 房子拆迁不成 绝不是双方冲突的根源 房子没拆 但是兄弟之间的矛盾 却越来越深 他们还有什么 过不去的坎呢 您是要告诉我们 即便是拆迁来之前 您家也是一团乱 天天打来打去 拿镰刀砍人吗 没有 那对啊 为什么 毕老师的问题是说 这个如此让你们家 揪心的问题已经过去了 可是你们放不下 这个问题 依然要兄弟之间会要争吵 会有矛盾 别的事我都可以 以前不过得好好的吗 对 可是春天五一左右吧 我找老爷去谈个 老爷不在望庭吗 我找谈个 我说吧 你退一步 老三退一步 我中间吧 这八条爷爷爷这个耕地 拿出来 我一分不要 我说我在 我在掏 从我自己都是掏一部分钱 我不少你们两个 一人一部分钱 行不成 我父母的东西 连着我爷的东西 我一分不要了 你方方哥退一步 社会说出人话 去年回到这个事 差点把我们给踢出来 说把我们的地给抽回去 以后老儿 父母 想养都养 不想养不养 这是去年老大说的 这会儿又这么说 这会儿说的多高 姿态多高啊 去年你姿态高的话 你会闹成 今年会伤成这样吗 这是您的态度 这是我的态度 我从头都是 我再掏一部分钱 给你们两个行不行 行 那我问问老三 您两位现在的意见 是一定要把那块耕地 争出一份您的权益来 是吗 因为现在房子 咱们已经不谈了 已经过去了 没有拆迁的影子了 只想争这块耕地 因为不是他的名字 是爷爷的名字 爷爷不在了 所以说您是一定要 在里面要回自己的份额 是这样吗 直接回答我的话 对 一定要要回来 对 那您认为有多少呢 三分之一不多 三分之一是吧 刚才大哥也说了 如果说按您这种分配的话 分成三份的话 他不要 那您是要三分之二吗 我不要多 我去要我那一份就行了 拆迁的事情 在一家人的争斗中 失去了唾手可得的利益 然而 老二正在种的一块耕地 却又成为了争夺的重点 单独我们三个 也都说过这事 后来说呢 说不好 他们的意思就是什么吧 我的房子 得拿出来 得拿出来就是说 分给他们 然后呢 我的地呢 还得分给他们 也许家里还有房子 家里还有房子呢 就是那个 到我结婚之后 那04年结婚之后呢 就是这个房 他得接上住呢 他就是这个生活费的 当初分家的时候 这块耕地到底是如何分配的 双方说法不一 在第一现场 调解嘉宾也围绕这一话题 展开提问 就是说爷爷去世了之后 在爷爷名下的这个耕地 这个处置 家庭讨论过吗 父亲和你们兄弟三个人 一块讨论过吗 去年讨论了 也就是说爷爷去世之前 听你刚才的陈述 呃陈述表达的就是说 呃 谁用了这个地 谁养爷爷 但是呢 老二用了这个地 是吧 但是养爷爷这事 你们并不满意 他没养 对 现在爷爷去世了 然后呢 这个地 由谁来用 怎么处置你们一家人 就是说 有过商场吗 就是沟通吗 没有 以前没有沟通 没说过 就是拆迁事出来之后 对 掺蚂在一块了 这分家我的时候 爷爷还没去世呢 爷爷去也还去世 这个地 我这已经住了12年了 不说的 就是现在 现在你们两位 还是认为 你们应该各占三分之一 我我始终认为 呃 我们村里的调解 因为村里的人 十多个人 他是相当相对是公正的 他也不希望去认可人 因为对他们 打个比方 你们也没有什么 什么利益 是吧 还是工作站在 公平的角度上 去去调解 你说你名下 是有宅基地的 是有那个耕地的 对吧 对我名下 那那个老三 你名下有自己的 单独的耕地吗 没有 连老二都没有 都是父母 那个父母他没有 都在父母那块 对 那就等于是在 爷爷那块耕地下吗 不在爷爷是单独户 爷爷单独户 对 他户口 牵上到这个户口 那就是 父亲名下的耕地 跟你们两个 名下的耕地 就是跟你们两个的耕地 算是混在一起的 只有老大的耕地 是这样出来的 我那是单独的 对老大单独 我理解你们家 其实是有三块地的 老大自己有地 对 老二 现在拿的是爷爷的地 对 你的地是跟父母 混在一起的 这是三块地 对 所以其实并不是 父母的地和爷爷的 混在一起 没有 这是两块地 爷的给父母的 没混在 我的给老二的 给父母的 哪一块呢 这爷的单一块 老大 老三我问一下 你是农村户口吗 都是农村户口 那你为什么没有 名下的地呢 没有 那会儿 土改的时候 是93年吧 但是其实实际上 他们家是这样的 就老大有了地 老二用了爷爷的地 然后他以后是要 父母的那个地 父母的地 现在怎么说呢 逮一块都没分家 这就逮一块都种着呢 就是地先这么种着 这个地 所以如果要是分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就是说 如果把爷爷的这个地 分成那个 各自三分之一的话 爸爸以后的那个地 也是要三分之一 大家分的 是吗 是这样 三兄弟表示 曾经就耕地问题 进行过讨论 但是都各自因为 一小点不满 便拂袖而去 当时他也同意了 当时他同意过以后 我找了这个人 忙活一中午 说一样一中午 人家说好 吃个饭变饭 叫他去 他不去 他老老老夫 跟打电话说 他希望他家来客人 让他买菜回家 但是他买菜回家 吃完饭后 他打几个电话 他都不接不回来 吃完饭 回来以后 不行了 协伤不成 双方不欢而散 这就为卖地里的流血事件 埋 是吧 对 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身体 反正本来以前 我的腿都有毛病 现在又砍了一步 伤到腿上了 对 现在又一步 现在听出来了 他腿以前都有毛病 六月二号吧 下午 不是收麦子吗 我收河南的那块麦子 收完以后 你就回来了吧 回来你老大媳妇 就给我 带着孩子 从我那边一块过吧 就说 老二打他娘来 我问他 谁说的呀 他说 有人给我说吧 那阿倆不都一块去吗 去了 我不是抱着一个孩子了吗 我家孩子 可能一岁多一点 走着那个 他就得心处打来 完全透明过去 我就抱着孩子过去吧 他跑过我地 他抱着孩子 我们家地 上我外地 在我们家地 他说 你终于出现了 上去就来几天 我就抱着孩子 就来几天 什么话都没说呢 对 就说 你终于来了 就说这一句 就在这个田 田边面 没在屋里边 是吧 没在屋面 在田里 砍了几下呢 砍了 当时您听说 就是说 好像是什么 老二要来 找母亲 要找麻烦了 然后你出去看一眼 然后碰面 就是几个几刀 对 二话没说 就这么一句话 你就砍了 对 就是说 你终于来了 上去就来五遍 他刚刚的描述是这样的 他要回去收麦子 然后您跟大嫂 包括母亲 想来阻拦 甚至于您几个围攻他 有这样的事情 好几个人就围着我打 后来一集 就来那看 看到谁是顺上的 太后地区不顺上的 就是您进席身上 对 那是不可能的 没有是吧 对 当时 你们没有拦着他 不让收麦子 没有 我骂他们家孩子了吧 你骂他们家孩子 感谢多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打了电话了 我才来了 反正不共带天了 不说不 北京话死磕了 死磕不是说死磕 机会已经我给他留足了 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三个月了 不 三个月好 那我再追问一句吧 你说给他三个月了 这三个月 你本来希望他有什么样的 我本来希望的就是 他赔你道歉 就是他赔你笑 啥都没啥 一直是你没在无理取闹 还我没道歉 意思过了三个月 我就不能给你机会了 对 机会不可能都是他了吧 行 那看来这个事情 对于您家来说 可不是一块地的事 您的诉求 远远不止这些 对吧 您二位的诉求 他的地 给房子是挨不着我 你知道吗 我不管 有他爹 有他娘活着的 挨不着我们的事 行 你可以稍微歇一下 文文大哥 我听说是您把这个 弟弟一家人给劝过来的 想把这个事和解一下 我从 你听到刚才弟妹和弟弟 这样的说法 您是怎么办法 我说一句这么话 我们一家人 我不喜欢任何人出什么事 我们一家人 我血浓于水 就是他打我老娘 打成那个样子 我也不喜欢他进去 他帅的 我推着他就要帅的 他肚子老打 他一直打了 可能他推着他就要帅的 明白您的意思 还是想念及亲情 您是想能够 跌到那个程度上 是吧 我不喜欢 您觉得有可能和解吗 可能是有 有几成的可能性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反正是百分之五十 能超出百分之五十去 我来肯定希望和解的 是不是 就看他太多 我一直就是希望和解 但是我了解他 在发展下去 肯定是家伙人王 我了解他 他非得愿意家伙人王 那我们也没办法 三儿媳描述了当天 现场的具体情况 然而我们发现 与老二讲述的事发过程 出入还是比较大的 为了寻求事件的真相 我们又将软家兄弟的父母 请到了第一现场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调解现场 现在在我们第一现场就坐的是 这个家庭的老父亲和老母亲 也是我们的另外一方当事人 好 软先生您好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对于您家那个 房子遇到拆迁的事情了 就是您家老二 房子遇到拆迁的事情了 有一个事我挺疑惑的 他讲了很多 他说您呀 跟老跟他说 说我是你爹 我得帮你做主 这个房子 该怎么分 当时您是不是想要四套房子 跟开发商啊 不是这个道理 我一说 你们都知道了 您说慢点 这个房子 原来我说的是 房子是你的 你屋后边 还有四间屋子的地方 两张多长吧 如果我要躲在一块粉 你轻两套房子 如果人家给三套房子 你轻两套房子 这一套房子 你定我两 叫他定我两个 如果你要是展览的 把你那方子换 后边的地不一样 换短的都是你的 我也我不感到这一点 后面那块地是那块耕地吗 那是皇帝 五后头的 五后头的 原来是皇帝 是荒帝 当时拆迁的时候 那一块包不包括在内呢 拆迁的时候 它是包括在内的 那我问一下 这个荒帝 跟您有什么关系 或者跟其他的子女 有什么关系 这个房子 原来是省长队的地 省长队 这是一个狗 影儿心躲分不进了 所以说 把这点你卖 买了一件事狗 地随于房子 现在这个宅基地 批给他的 省长队批给他了 他也盖了房子 这个在我们正常理解 这个房子和这个地的权利 就应该归他 因为我刚才听你讲 主持人在问你 你为什么要去干涉 人家对自己财产的处理 你说 在他的房子后面 还有两站 还有多少时候空地 那么所以我就要问 北京也有这种情况 北京的政策是 最多不能超过四分地 净郊区 2.5 也就167平米 我不知道你南方 你们那老家是怎么样 那么正常实践中 尽管我可能 我最后所分的这个宅基地 我就黑本这么大 后面的空闲地 原来是 想进企业盖窝以后 是我们 利用我们省南队的地 利用我们省 现在你企业 不是 现在 后面开发上了 后面 这个企业 你 别烦了 所以说 这个地 谁的 这个地 你 谁的是 回于谁的 剩下的 这个地 剩下的 过于的 坦路而驰 八寸地 这个两站来的话 剩下的 是我讨压没的 就是您现在手里 应该是肯定没有一个 这种 这块地的使用证 没有吧 这块空地的使用证明 没有对吧 但是您跟我们讲了 您的那个由来 是怎么回事 是您买的 我想问 即便如果这块地 您讲了半天 说您买的 然后怎么的由来 是您的权益 对吧 这块空地是您的权益 但是这块空地 是您的权益 那个房子 你也承认 是老二的 没错吧 那您去争夺 您这块地的权益 干嘛要非得把老二 拉上一块 捆绑在一块呢 您不觉得 您不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会让老二 一家会吃亏吗 因为您可以单独 把这块地 去跟开发上药 或者说跟他商量好 我跟他商量 是这样讲的 如果您要是 单纯卖你房子 我盖了哪个地方 您卖了哪个地方 人家给您的权益 这都是您的 如果你拿下 我后边的空闲地 如果给您三套房子 您做两套 给您两套房子 人家不做两万好 不做一万好 这那天拿下来 你给别人给地产 他多少才给你 父母表示 他们觉得 老二家的房子拆迁 应该去和开发商 多协商出一些补偿 这样就可以分给老大 和老三一些 这样就可以保证 自己心目中的 一碗水端平 是这样 就您三个儿子 您感觉就是您 就是对三个儿子 或者感情 他们或者对您也好 是一样的吗 在您心里面 在我心里的 谁最好啊 在下面来讲 我一开始对了他 都对他 谁最好 您刚才 跟我心目中 他是最好的一个儿子 你心目中 老二是最好的一个儿子 为什么呀 他的 他的称义也好 他从长内大 他也没给人家 在学校里 从来在农村 从来他没给人家 太过一一段 从长内大 我也没点放他一手指头 他没有也没点放他一手指头 都从这一刻 他解了婚 他就给您不是眼 我说的 我说的好话 他娘说的好话 搁了他 别人就是他 您对这个儿媳妇 不太满意 他说的俩话 他回我俩你 他还上了我手 上了把娘去 因为所有的情况 都已经了解完了 需要一个综合的考虑 给您家一个方案 看看我们娘有什么建议 好吧 您几个多休息一下 休息之后 我们再一块同台 把这个事好好说一下 父母对于房子和工地 并没有讲出更多的内容 于是主持人和现场专家决定 先开一个协商会议 再进行调解 这个三媳妇有这么不依不饶的 这事真的比较棘手 老三要这样 我觉得老三就不太不太 不太让人接受 你清准别说 媳妇这个有气 咱可以理解 但可见这个清准地 不太让人接受 老大这个是对的 你再不能真 都干 真完了 离婚 变了 把人家给搅的 就给我上了 不是 结了大仇了 老二没种看 老二 这样的事情 他们家都忘了以后 跟我说 这老二 我相信家和她媳妇继续这样 无一不着 我相信他们的一个 一玩到底这样的一个 他们家绝对是 就照这路的 势必是家伙人好 要照这路 就会发生人命动 对 还是好汉不是眼睛 所以恐怕 还是要做 为什么呢 他如果这个矛盾化解不了 未来的矛盾就像毕老二说的 那当然这仇恨更深了 那第一步就是全场 你说的 你无论如何 他们之间的仇恨 根本没就辱 没这儿藏 中处为坏 那就没完了 这我觉得 咱们不能说是 平叛农村的这个风俗 跟触犯法律 这两件事之间 哪个更轻哪个更重 应该说是 两个方面都得去劝 那么劝老二 赔礼道歉 那我想可能是 老三的媳妇可能 他自己是对这事 比较看重的 他可能比较 从老三 三三弟这块 做突破口 都劝劝他 从这个固念兄弟感情 这个角度 然后让他 如果能说通了 跟老大一块说 老大因为现在 也是希望他们兄弟之间 好同矛盾 然后 让他们俩兄弟一块 做这个三嫂的 这个工作 我跟老二 我跟老二去谈谈 我还去试试吧 还去试试试试 调解嘉宾一致认为 一定要让老二 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无论自己多占领 一旦对别人实施了 人身伤害 整个事件的性格 就发生了变化 从谈话中 嘉宾们感觉 老三还是对于兄弟 情分比较看重的 于是 我们直接开始 分开调解 分头做软家兄弟 及三弟媳的工作 我觉得啊 无论如何 你对于 你拿刀砍人 这种违法行为 本身应该有认识 那他做打好看 去年 弄我家门 然后我写的材料 上酒了 到现在我还是在做 这是商量序的 然后签的协议 都不承认 我还是这么说 他不经常找我忙 也不会主动 多找他吧 不信什么意见 我 这是我意见 讲什么事 我的希望是你们 把这个 他定乎 做过去 第二个问题 把这一网 转平一点 你现在这个应该看看 到时候应该看看 这些建议结论呢 你光是一个结果 现在说 对呀 他没给我看 不给我看 这我不信任 他不给我看 哦 信任 你信任知道刑细吗 我知道 三年以下 对 所以我刚才讲 尤其像你们这家庭成人之间 发生这种 清朝的行为 你首先你对这事 本身你是要有认识的 你连这个事 你都没有认识 你怎么求得人谅解啊 因为你其他的事情 都放在一边 对吧 那各有对错 或者说 我们其他老师 是不是这里边 也有对方 你父母啊 你这些轴隶之间啊 弟妹啊弟弟啊 有多到位不到位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你 主要就是人 所以你起码 你对这个事 你是要有态度 这是大前提 嗯 就是说啊 现在老二 因为伤人这个事 如果说家里人 咱们还追究的话 有可能说他判刑 那您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吗 我能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他再次不再次 我能 对 所以说现在 所以说现在啊 咱们另外一方面啊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在劝老二 嗯 希望他呢 有一个有一个态度 最起码 他到现在没有态度 待会要公开跟咱们 对 跟跟那个 跟老母亲 还有跟这个 三二妻去道歉 我现在 我让他有一个态度 我现在就是想要 要他的态度呢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要你们财产问题 对吧 你财产问题 然后这个再怎么来处理 你们现在争议主要是什么 还是弟是吧 还有弟 他现在 最多是房子 比我同意 现在房子没有过去了 过去了 过去了 现在要求弟 对 我个人也不一样 就是我认为这个房子 都是 于亲于远的说 都是我没有任何正义的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咱们能不能 固定这个兄弟情 这个父子情 考虑一下 不要就是 因为这件事啊 已经发生 已经发生了 然后咱们看 那个三嫂身体恢复的 也还好 然后 毕竟都是七兄弟 这就是父母 咱们 肯定不希望 他蹲监狱 对吧 不管说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是吧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哪怕一天 咱们也不想让他进去 我对你有两个要求 或者你应该 我认为你应该 咱们去做 第一 对这坎人议事 本身你要有态度 对吧 我也怕 犯罪行为 这是肯定要自己 需要承担责任的 对吧 要有一个潜意的 这是第一 是 可能你爱人 现在可能 还有点 缓不完这个劲儿 过不去任何 如果说老二 老二 你哥哥带回 那么一就得看 能不能确认 能不能确认 第二 表示潜意 不光拿嘴表示 我在利益上 能有多大的让步 我刚才说了 这种让步 是做一种补偿 有没有考虑过 对吧 我是建议你要考虑 对吧 这我可以考虑 但所以你考虑 你也得拿出去发来 那你比如说 现在人家弄了 那说句不好听的 不惦记这样的地方 那你能多大程度放上一步 以前我有这种想法 我以前他要是 我这个事呢 老大也提到了 要是去年这个事 老二要签张字 按照这个 今天这事就不会再有了 也不会是发生任何 就有东西 你说这个耕地 他没签字是吧 没签字 我有什么 老二受到质死 那么现在 甭在他们心中的 只剩下了 爷爷留下的 那套恩币 房子事 本来就是 房子你别去盯去了 房子没事 从一开始也就是 那个地 他已经说了 以前已经提出要求了 我们也是做了沟通 现在刚才再跟你说一遍 人家同意 拿出来各三分之一 父母的地以后各二分之一 这大的地的问题 那大原则就是这个大原则了 是吧 那你以后 如果真难 有时候 他做那个爷爷明下 那种变现了 那种利了 那你们大家各个地利 那其他问题 你们自己做什么 这些也要克制 也要定三分之三下的皮 咱的妹 我不要了 也不要了 他不要了 他都不要了 你听完了吗 对 我不要了 但是你这 你还有你这刚才 他不打羊吗 这个事 说这个事 不 他打弟妹 把弟妹弄上这头头 他对弟妹要表示个歉意的 对吧 我也不知道你们家里 怎么会弄出这 乱七八老师 把人家门给卸了 这都犯打击 就说句话 你太欺负人的事 但我还跟他讲 那有原因的 你又来了 你老讲一个 大家刀不清炸了 对 对了 谁把谁打死 还有原因呢 对 他去年 他袭罗打我 别说那个了 我刚才说了 这事都过去 我也说都不说了 谁都不希望 自己的兄弟哥 去冰箱狱 我不能计划 但是刚才说了 这工作你去做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分开调解 专家们分别就老二商人 以及耕地问题 对双方进行了耐心的挥劝 最终 阮家的四个男人 再次进入第一现场 一起协商解决方案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调解现场 经过刚才我们嘉宾老师们的 一个短单的会议之后 老师们也跟双方进行了 很长时间的一个单独沟通 这里面既跟两家的 应该是三兄弟 包括老父亲老母亲 也沟通过了 现在我们为了 这个家里这个事情 更容易进行一个调解吧 都是姓软的四个老爷们 坐在了我们节目现场 三兄弟加上老父亲 您家其实在我们看来 最后的这个结症 需要调解的一个矛盾点 无非是两个事情 房子什么拆迁 什么那些东西 已经都已经过去了 你们应该有自己的 一个化解的方法了 主要两点 第一点就是那块耕地 据说是两母八分地 该归谁该怎么样 还有就是当初这个商人事件 该怎么处理 那么我想听听各位老师们 刚才在确认的时候 先说第一个问题 对于商人这个事件 对于这个老二 因为家庭纠纷 砍伤他的弟妹 三弟媳 这个行为的违法性 我是跟老二有过沟通的 应该说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前因 但老二是能够有个基本认识 这个行为本身 所具有的违法性 甚至于可能涉嫌的犯罪 这是老二是有基本认知的 并且也愿意就此问题 向这个弟妹 有一个表态 表示歉意 因为我们的主张 无论家庭 或者是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 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持刀 持蟹伤人 甚至有更严重的伤害事故发生 都是违法的 都是要受到法律追究的 像这样一种轻伤害事件 即便是在我们外人之间 社会生活当中 并不是一个不能和解 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 法律上当然是有立案标准 这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办理的大量案件 通过一些 自己对问题的认知 通过一些赔偿 通过其他的谅解 也能够达成和解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各位兄弟 甚至包括弟妹 对这个问题 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 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 刚才问了一下老父亲 他也带着爷爷的 那个耕地的使用权证呢 现在是爷爷名下的 耕地使用权证 是两母八分地 然后呢 父亲跟二哥三哥 你们共同在使用的耕地 是一个三亩 一个五亩多分地 是吧 是这么两块构成 那么刚才经过那个 双方单独调解 大概达成了这么一个意象 就是 这个沿路的这个爷爷 名下的这个两母八分地 那么由老大老二和老三 你们各按三分之一来分配 那么 父亲名下的这个五母 这个五分多地 对吧 是由老二和老三 将来再进行分配 这块呢 老大不在 就父亲的那个五母多分地 去分配 大概是这么一个方案 老二 你说你说一下 刚才 我说 我说这个方案 你同不同意 紧究地的这个问题 我同意 咱们现在就是说的 这个地的问题 紧究地我可以同意 可以接受 把你现在使用的 爷爷名下的这个两母 这个两母八分地 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 各分配给你大哥跟二哥 对吧 紧究地这个方案 这个我可以接受 那个大哥跟三地 你们表一下态吧 咱们在说地这个事情 刚才老师的这个方案 应该也跟你们早就沟通过了 也听到了 我没意见 您没意见 老三呢 老三您认为这个方案 您可以接受吗 就这块地的分配来说 这个 还是有点不能接受 调解过程一切顺利 但是当说到耕地的具体分配问题时 软家老三的一句不能接受 让调解现场的气候 顿时紧张起来 可是我们的方案已经分配了呀 对 那么现在这分配完了 现在实际上已经 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意见 就是老二现在名下这块地 拿出来 三个兄弟各三分之一 父亲 给这个老三的地 老大不参与分配 老二和老三各二分之一 那么现在有个什么样的 他们还有个纠结呢 关键是 因为现在老二 在这个过去 对三弟籍造成伤害 那么这个怎么了结 现在老三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希望 老二对 因伤害弟妹 给弟妹 或者给弟弟这一家 造成的一个经济上的损失 主要是医疗费 应该有一个补偿 其实还是有一些心结没有解开 所以您答应的 或者说还很犹豫 很不痛快 是这样吗 三哥 是 那个父亲那块地 也可以平分 这样的话 给您和老二 都是一种互补吧 虽然它好像分出了一块 但是可以拿到一块新的 您也一直比较担心 那块好的地 自己没有份什么的 所以这块地的分配 咱们单就这个地的分配来说 我想可能 不要考虑那么多了 然后您要是说 赔偿那个事情啊 那个伤害那个事情 到底该怎么解决 我们再来商量 您觉得呢 一码是一码 这个地呢 暂且 能 我能接受 行 那这个地 我就当您接受了 可以吗 您也这么说了 这个事 单就地的事说 目前有这样的一个方案 已经一致同意了 老爷子您同意吗 我同意 我同意 到我们两个地 参谋都分完了 我们两个地 我不思考 您二了 当然是有人赡养了 儿子们当然有一个法定的赡养义务 也要赡养 对对对 这个刚才老师们应该跟您沟通过 那我都没意见 没有意见 当然这个不用我们来说 儿女当然要赡养您了 您放心 那就是刚才一直 也许是让我们老师们一直纠结 或者说长期 劝浮不下的一个问题 就是 老三 一直在对于 当初老二 伤害自己爱人这个事件 耿耿于怀 无法 无法过去 我听说你好像提出 要一个赔偿 是吗 因为 跟咱们刚才上一场的那个方案 那个说法 还是有一些缓和 虽然当时您在场告诉我 您的原话告诉我 说 到头了 我也跟他磕到底 但现在也许是亲情吧 或者说我们老师的努力 您给他换成了一个 赔偿的数额 能告诉我吗 不 他是提出来 就是说你这医疗费 怎么办 那我问总共多少钱 说花了不到一万九千多块钱 因为看病 那我也跟他讲 那你光看病 凭嘴说不行 你拿医疗单据来 在这个基础上 我认为老三要求赔偿合理的 我村子 就帮他 我认为老三要求啊 我认为老三要求赔偿合理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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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怎么办 还得依靠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 还要依靠 我们的人情世故 做人的基本道理 因此我觉得老三是这样 我们还有一句话呢 得力让人 得让人处且饶人 也是说给弟妹听 也许你们一时半会儿听不进去 那么如果再往长一点说 也许就会 体会到我这句话的含义了 我今天讲了 非常非常简单的小故事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进去 一个女士优雅去开了一辆车 没有什么事 前面这个我们叫她 也不知道哪来的 这个一股这个怒气 来寻寻 那我们这位女士 不开车门 不跟你争吵 很优雅不理 同时就看不过去了 凭什么她来欺负你 我们这位女士说 她生活得不健康 心里不健康 你招她干嘛 我们不招她 走了 我心态还很好 还是走了 她慢慢咧咧走了 那人家这位女士 冤母也没招念 你凭什么你就来骂我 就可能超车 停车 那么一个刹车 那么一个简单的小事 那好 我们提上这种形态 还有一个例子 在公共汽车上 一位男士的女朋友 受到人家有点欺负了 男士就想稀释宁人 女朋友不干 不干的结果 辱骂她这个男朋友 那男朋友也被她骂极了 跟那个欺负她女朋友 男人打起来 被人捅死了 临死前 因为怎么骂她 说你不是男人 你还是我男朋友 你不是我男人 你不是男人 被人捅了 临死前 男人问她 我是男人吗 说你是男人 你现在还觉得 我该上去吗 你不该上去 你们去反思我这个故事 很简单的道理 很多事情 是不是要做得这么绝 当时其实这个男朋友 退一步 没有去激化这件事 对吗 事后看来绝对是对 事后你后悔死 你干嘛非要鼓动 男朋友去打这个架呢 说给你们各位听 道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矛盾不要去激化 能化解 一定要化解 能退步 一定要去退步 我就说这么多 你们去考虑 陈玉律师接连列举了两个贴切的例子 让坐在对面的四个男人全都陷入了沉思 不知道这些故事是否可以触动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呢 刚才我们一直在问啊 老三就这个商人事件啊 能不能有一个表态 那么我想啊 刚才几位老师也劝了这么长时间了 这件事首先是因老二而起的 那么你现在能不能在台上 给老三给老三媳妇一个表态呢 咱们刚才在台下说了半天了 紧救你商人这件事 这个商人是不对的 这个我是错的 商人是不对的 那个老三 你现在听了这一番话和老二的态度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抛开你的犹豫和惆怅 有一个态度啊 人要是知错能改 我什么都能接受 这人要是接着再耍魂 这个事这都没人能理解 刚才向毕老师还是其他几位老师讲 老父亲老母亲 我相信需要你们来赡养 到了这个年龄 也罢你们养大了 一个个小伙子都是人高马大的 你们也当父母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赡养父母 也要考虑 当然今天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你们也要去协商解决 特别我跟大哥还说 你当老大的 你是不是要多担当一些 我今天下午在另外一个场子 六个兄弟 大哥说了掌兄为父啊 掌兄如父啊 你要多担当啊 你要有榜样啊 什么是榜样啊 自己多担当 甚至要吃得起亏 你比弟弟还精 比弟弟还想多战 谁能服你啊 反过来你们三个儿子 有一个有担当的 老父亲老母亲就会有人赡养 都耍奸 都往后闪 这事怎么解决啊 那所以我们平时在相处的时候 对这些问题 大家都有点姿态 就没有问题了 行了 再多各位我 我硬了 好吧 人只要能改 吃错能改 我硬 我都硬了 我代表各位 代表栏目组 甚至代表你这样的歌 对你表示感谢 什么事 包括这个弟妹在家听着 我讲了这么多 也许你没念特别多的书 但一定请你理解 我们都是为你们好 这口气 有时候可能是要 慢慢去消化 一直把我咽不下去 也得咽 为什么呢 我们未来的日子还很长 路还很长 没关系 今天不接受没关系 回想一想 再去沟通 我建议你们呀 老二 老三 老大 刚才已经基本说了 村委会不是原来 有个调解基础吗 在那个基础上 老二 我建议就那么 希望你们能够按 刚才那么协商来做 还是去年那个协议 才知道 跟你刚才说的事情 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对事情 这不是一样的 总之我们说了 还有很多的东西 希望你们能够回去 好好消化一下 理解一下 我们的一个用心良苦 麻烦你们几个 谢谢了 经过专家们的耐心劝导 双方表示 接受调解方案 然而这个方案 能否顺利实施 还要双方各让一步 今天各位当事人 可能有一点点认知 问题其实没有根本解决 但非常希望 他们从今天开始 有个良好的开端 慢慢去化解自己 这些矛盾 那么在未来的生活中 咱们不能要求别人做好 起码自己可以做得好一些 我只能对他们 你家人 道一声祝福 地道